大家都不喜欢战争嘛 大家都希望和平 毕竟现在地球上的两场战争 这战事越演越烈 来我们先来看中东这一边 中东这一边呢 现在看出来是 真主党呢也在反击了 他们呢轰炸了黎巴嫩的边境 瞄准的是以色列方面 所以以色列北部这边 就想起了空袭警报了 那同时呢 黎巴嫩自己也遭到了 以色列这边的轰炸 所以有大概四分之一领土的居民 必须要撤离 那还有就是除了在 中东的这一边之外 在下面海湾这里的胡塞组织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勇猛 到底他武器哪里来 这大家很好奇了 因为他竟然可以用 16马赫的导弹来攻击以色列 要知道5马赫以上就是 超高音速了 那如果16马赫呢 叫做巴勒斯坦二型的 高超音速导弹 还有德胡菲卡尔的 地对地弹道导弹 说呢因为他的速度太快了 所以呢即便是铁球 这个以色列很引以为傲的 防空系统都很难把它给拦下来 那怎么办 那当然就是必须要靠 舰三还有爱国者来补空防 但是这两种 有夠鬼啦 所以呢现在到底 后续要怎么样来打车场战争 中东的战事 大家就要好好的来看 毕竟现在已经进入了地面战 珍珠党的讲法就是说呢 他们已经阻止了以色列这边两次的渗透 包括说呢是用炮火火箭弹把他们给击退 那避免他们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之外 土耳其这边呢也开始有动作了 因为在黎巴嫩这边好多国家都来撤侨 土耳其现在也传出他们撤了首批2000人 那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中方讲话了 中方呢他们联合国的安理会这边代表呢 直接的讲四个不能 叫做不能接受死亡 不能够允许这个整个冲突的扩大 同时呢不能漠视安理会被边缘化 不能对真正的外交失去信心 但现在外交真的还有办法起到作用吗 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目前就是撒红了耶 连Wall Street Journal都在讲 美国你以为他什么都知道 他的讲法是以色列根本就不愿意 跟白宫这边来分享 他们如何报复伊朗的计划 所以让美国白宫呢深感挫折 甚至呢讲这个白宫有叫他 不要打伊朗的石油设施 目前看起来他们没有得到回应 那伊朗这边很直接了 他就说波湾这里的国家 大家兄弟们同其一心啊 千万不要提供空域给其他的协助给以色列 要是你给他任何的援助 甚至呢你让其他的地区的国家 让你过你的领空的话 我跟你讲那我就等于你是同路人 那这样的话我们绝对会对你来采取报复 伊朗的革命卫队呢也讲 如果报复的话 他们会打击以色列这边数十个经济军事 还有安全中心 甚至呢还说以色列害怕战争 不会想要跟他们开战 而美国会比以色列更害怕 确实啦 现在看起来呢 美国因为正在选举 他们很害怕任何的变动 就连伊朗前几天地震了一下 大家都在问 是合适吗 好 CIA的局长说 目前没有证据 但是问题是 当这个印度的经济时报 他们报导说呢 以色列周边国家都感受到 有正感的时候 大家就会开始在问 伊朗会不会动起来了 毕竟现在有很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 他们两个星期就有办法 将浓缩又提升到武器级 而且呢 他们的国会议员 也已经越来越多人联合呼吁 说为了自卫 我们干脆啦 把我们这些浓缩又考虑 发展成核武器 做不做得到 现在到底做到哪里 这一些呢 大家都是打一个问号 迷样 但是问题是这个谜 基本上呢 没有人希望太小看他 因为就怕一个误判 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 我们先从以色列 还有黎巴嫩这边开始 两边互相来往 您觉得这个战事会如何发展 我就继续打 我这个没有那么好打 因为第一个就是 黎巴嫩南部那个地形 比乌克兰平原要复杂 因为他贝卡山谷过来 很多是丘陵跟山区 高高低低 没有那么好打 所以 事实上2006 以色列就栽埃这里 那次他回损了121辆坦克 反正 我说错了 121个人死亡 那回损了20辆坦克 然后他就撤出 那博恩那时候他打进去 大概只有5000人 那这次他大概要进去 1万2000 精锐部队 这个可是黎巴嫩那边也一样 人家现在也撞到到 5万人左右 所以大概也会动员 2万人过来打 而且他的武器 是正规军的配备 他光是 这个炮弹导弹加一加 可能有 有人估计15万 有人估计18万 所以他的量也比 哈马斯要大得多 所以真的 以色列除了用F-35 因为看不到你 你那个隐形的 除了用这样来修理 黎巴嫩之外 你如果真的用地面战争 你也没有比人家强多少 所以我认为就会纠缠 纠缠就不知道会打多久 不过我认为美国已经开绿灯了 大马达 大马达 黎巴嫩 可是我跟你讲 最近有一个变化 最近贺锦丽的声势不太好 因为英国赌盘已经翻转了 英国的赌盘现在赌川普会赢 我们台湾的赌盘还赌贺锦丽会赢 这个提醒大家一下 多看一点英文的资料 英国赌盘 然后美国的民调 也开始出现川普领先的民调 但是差距都不是太大 对 所以我才跟你讲说 这个中东战争真的不能闹太大 或者闹太久 所以拜登第一个就去阻止以色列 说你不要炸伊朗的石油设施了 因为他现在就是怕通膨再起 对 就是你也不知道伊朗会做什么动作 伊朗虽然他打不过你 可是我把赫姆斯海峡给堵了你怎么办 拦截是可以的 那个就拦截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波安的石油 油价立刻破百 所以我说 美国在这十月 就是你那个细微差异都会影响到你整个选举 而且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 因为少数族裔本来都是支持民主党的 对 比如说阿拉伯裔 阿拉伯裔美国的穆斯林有340万人 阿拉伯裔都住在密西根 他占密西根的选民将近5个percent 高我 对 那你怎么办 搞不好翻盘 密西根是民主党当州长 而且最近我们也看到川普在宾州 民调已经赢过去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就很纠缠 就是美国是希望以色列速战速决 可是以色列好像没这个本事 就是现在好像很多人都觉得 你的铁穹好像没那么厉害 以色列只好再把那个甩石系统弄进来 又把那个舰 那个Aerosystem也弄进来 它现在变成三个防护体系 可是也常常被破 所以我觉得 那个伊朗那个 还是有一点除媚的功能 就因为伊朗那次导弹 大概射182枚 那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它有落地的 超过40枚以上 超过40枚以上 所以这个一定是给了真主党 一些人信心 就是说以色列并不是 百毒不侵 所以我是觉得 所以这个战争就变得比较 比较复杂难测 就以色列你到底建好就收 是要打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如果是坚持 至少要打到30公里 到50公里之间 很久 那要打很久 而且他要重兵就守在那边 可是黎巴仁不可能停止的 所以一时被你打到30公里 我也不断的反攻 那他这边卡住 会不会伊朗那边先下手 美国就是要阻止这件事 拜登要求以色列提供 他攻伊朗的计划 以色列拒绝提供 所以我跟你讲 以色列的底气 比台湾大多了 他连美国都不甩 你怎么比 我真的 我是稍微讲解一下 因为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没有一个打得过他 以色列 来来来 这个比你讲完之后 很多人都讲 但是请教一下盛丰老师 确实现在基本上 美国他是各种担心 所以才会说地震一下 他开始在讨论说 这个是不是核子事报 因为伊朗他也抓不掉 请教盛丰老师怎么看 第一个千万不要 台湾自己不要去比以色列 那差太多了 美国会希望台湾 那个香肠跟鸡腿大小差很多 不要随便比 台湾是看美国的脸色 美国是看以色列的脸色 这个命运差太多了 这个千万不能比 我打阿亮再开个玩笑 拜托 可是民党有很多人 真的会把玩笑当作真 那就很惨 首先确实是上次伊朗的 将近200颗的导弹的攻击 让铁琼是破了攻 所谓的破了攻的原因是因为 他先把那个超音速导弹打前面 他一打了前面 可是铁琼一花又打不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耗损了相当多的铁琼的防卫 第二波的普通的导弹再进来 就造成了他蛮大的伤害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以色列不敢言明 不敢提出想尽办法封守 到底那一波的攻击力 有多大的伤害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一头雾水 第二个 现在整个的尼巴勒 就是尊主党跟以色列的战争 到底这个状况谁输谁赢 平常心讲 我们能得到消息也是很有限 所有的消息都是西方媒体的消息 而死于阿拉伯 他本身没有办法提供 世界活食的信息 所以我们基本上 也都是在片面的资料里面去猜 但是我们从几个现象 可以看得出来 那就是以色列的进度 绝对没有像他手讲的那么的顺利 假如有的话 美国不会那么焦急 假如今天以色列的进度是很顺的 那美国就不焦虑 美国的焦虑就可能这个进度不是那么顺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中东的局势 只能用这样子来研判 第三个就告诉我们一个值得观察的事实 那就是以色列也好 这一些来缓急的灰弹从哪里来 基本上你不相信宗主党会做 基本上你也认为伊朗所做有限 所以这个武器的系统 要么俄制的系统 要么中国制的系统 从这个一面来看一个事情 就是说美国的武器主宰了这个世界的历史 大家本来以为苏联 这个苏联解体了之后 大概美国就主宰了 显然这个情况是正在改变中 那最后一个 在值得各位提醒的一件事 就是在俄乌战争也罢 在这个以色列 现在这个中东的战争也罢 让中美在国际的角色 正在升降互比互比当中 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 现在借这个机会 不断的把自己塑造成为 是一个要求国际稳定 然后要求区域和平的指要推动者 因此不断的突显出 美国是整个的国际不安定 那区域不和平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善动者 所以在联合国里面 现在出现的情况是 现在使用火贼钱最多就是美国 而美国的火贼钱 都是为了维护以色列 而中国大陆牵在这里 不断的呼吁的他的这个和平 所以这两个的地位一补一尖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武器系统 之间的一个改变 事实上中美之间 东西之间 不只是经济实力的该改变 国际影响力的也正在急速的改变中 是 请教育老师 我觉得胡赛武装号称是拖鞋部队 穿着拖鞋打飞弹的 现在居然有超音速的导弹 而且16马赫 5马赫以上的话就可以称说 哪来的 这个全世界连美国都没有的飞弹 胡赛这种穿着拖鞋 就能够发展出这种飞弹 一定有人帮助 目前为止的话 伊朗号称有 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都不太敢碰这个事情 那胡赛本身的部队的话 但是这个 以色列目前为止的话 他来讲 原来得意洋洋 号称七面开敌 结果七面开敌的结果 我们的孙子兵法里面又讲得非常清楚 穷寇莫碎 那个哈马斯现在 也往以色列丢火箭丢飞弹 我不晓得是啥玩意儿 但是基本上的话 你把人杀光了 人家都不活了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妇女 曾经喊 我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生孩子 长大以后 小的时候是巴勒斯坦的 长大就变成哈马斯 那就是这种情况 那以色列本身这个国家不大 以色列两万多平方公里 人只有九百万 那你再怎么样 你撑不下来一年多了 那继续 那本身都停止不了 对不对 而且的话 那在中东的话 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伊朗 伊朗的话 大家觉得伊朗最大的变数 到目前为止 我说句良心话 伊朗蛮克制的 为什么呢 伊朗没有办法 想要把自己打成那种哈马斯 那个样子 就不活了 所以说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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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着襄阳 就是伊朗现在的总统 他现在讲的话 他也受不了 他原来是个亲西派 他原来还是 就是说他原来基本上 对于西方印象还不错 那现在的话 伊朗当中让人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上礼拜 5号发生的那个地震 那个地震本身来讲 是不是什么原因的话 不讲 大家做什么判断 但是以色列绝对绝对 不允许中东 除了他自己外 有第二个国家拥有核子弹 这个一定绝对不许 所以说 以色列为什么会把他 要对伊朗进攻的计划 不告诉美国呢 因为他不要美国资源了 他不要美国帮助了 因为他想要找出 先判断一下 为什么这个事情 纳尔雅胡说了很久 要对于伊朗进行报复 然后拖了没有 这个可以研判出来 他就要判断 你的自己的核设 是做到什么程度 至于说是那个港口 油价 什么美国害怕通盟 这个问题当然也存在 但是问题不是那么明显 因为它是明显 卫星都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伊朗的核胜石 是在山底下的 那么到底多深 要怎么样炸 要怎么样确定 然后当中的话 是我剩下的情况 对于以色列来讲 这个麻烦非常大 现在讲到说是 以色列在进攻黎巴嫩的时候 提供大家一些数据 首先你要了解 这个真主党本身 很早就开始 最早先 因为黎巴嫩的本身 是非常复杂 从1978年 我去欧洲读书之前的时候 以色列就进攻过黎巴嫩南部 那个时候最主要是因为 他们的回教徒的实业派教徒 跟他们基督徒民兵已经内战 黎巴嫩内战 以色列出兵 有意无意的在帮助 这个基督教民兵的结果 就造成了当初 产生了这个 这个真主党的情形 真主党在黎巴嫩 是一个正式的政党 他的部队是正式部队 他又不受管 所以他据说号称 有15万颗飞弹 刚刚那个讲说 可能有18颗 这15万颗丢出来 那还得了 你什么铁穷金穷的都不管用 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 以色列本身的要求的目标 就是让大家能够安身立命 那现在的话 搞成这个样子 已经过了一年了 那给以色列的人 以色列自己内部政治社会经济 都有很大的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 那他要怎么撑下去呢 我很怀疑 如果大家可以拿来 知道此架子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问题的 这个事情 我都不会还 我从这种情况下 这种情况下